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你受伤了 怎么还会有齿意 没事 就碰到一个女飞贼 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 结果 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 没事 我去给你拿药 你 大姐夫 大姐夫 我帮你 小心 小心 二嫂 危险 放手 放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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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别跑 看来薛奇 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 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此人的武功诏数 我十分严收 难道是她 大姐夫 三姨妹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哎 大姐夫 是我回去告诉二嫂 说桂阁被关在监牢的 我是不放心平贵 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对了 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 起冲突呢 我跟你大姐商量过 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 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 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什么 那平贵她 你放心 平贵现在安然无恙 你受安然无躁 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二嫂 你刚刚吓到我了 你有没有受伤 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你没事吧 哎呦 我没事 将军 将军 平贵 苏将军 你看谁来了 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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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受伤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来月把门打开 是 平贵 宝儿 我很担心你 没事 没事 不用怕 不用怕 小青 谢谢你带宝传来借我 这没什么 贵哥 我已经把你训买的英勇事迹 都告诉二嫂了 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 也告诉二嫂 那二嫂心急 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 你一夜不归 我还是会担心 大姐夫 宝川谢谢大姐夫 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 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自驾人不用客气 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 我来的时候 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 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 绰绰有余 哪里 对了 苏将军 那两个蒙面人 你追上了没有 没有 我追他们的时候 恰巧三姨妹赶来了 他们俩就跑了 贵哥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你知道吗 那个蒙面人啊 把我这样 打到地上 然后二嫂 她怕那个蒙面人 会跑过来杀我 结果二嫂就叫她放手 可是呢 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 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 扬不住她的手 死也不放 那你没事吧 没事 但是我看到小清有危险 我一是心急 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 咬了她一口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哦 贵哥 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哪 只是呢 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 二嫂就这么死咬着她不放 她也不打她 也不伤她 不推她 就傻傻地站在那儿 我就奇怪了 哎 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 啊 后来我想到了 她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所以呢 就被我的美貌给秘移住了 王全呢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认识我 嗯 对啊 以小清的说法 她如果不认识你 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哎 大姐夫 嗯 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 一定要好好查查 这件事先不及 大姐夫 现在平贵在监牢里 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她 这个你放心 平贵 你驯服了红宗列马 又安然地跑了十里路 按说不应该在这里 告诉我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 岳平贵 你好大的胆子 天黑了你才回来 父亲 在我骑马的途中 有人暗算我 我的宝马受伤了 我不想让宝马 再经受负担 所以我就把他牵了我 带下去 快走 走 这之后 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果然是这样 这件事情回去以后 我要向岳父禀报 如果他老人家 还是坚持己见的话 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谢谢苏将军 平贵 从近来到现在 你一直叫我将军 是不是该叫我生大姐夫 是啊 平贵 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平贵谢过大姐夫 这就对了 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 我也就放心了 回去以后 我也好跟荆川交代 你们都不知道 这母女俩天天担心呢 茶不思饭不想 都怪我不好 麻烦大姐夫回去后 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姐夫放心 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宝川回府去的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 你驯服了红宗殿吗 很快 皇上就会下旨 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好 我以后要当神威大将军了 那我 我就是神威大将军的妹妹了吗 什么 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我 龙哥 我听当时的情况 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 你告诉我是谁 这个 龙哥 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 平贵和宝川都会有危险的 是 我怀疑那个人 就是卫虎 牛蛋亮在长安大牢里杀人 为何还要蒙着面 你们究竟是谁 卫虎 我虽然没有跟卫虎交过手 但是平时练武 卫虎的武功跟身形 我依稀有些了解 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那另一个蒙面人 就是他弟弟 卫豹 我也是这么怀疑 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 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这 这么说 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我已经通知了知府 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 如今安置在府衙 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那就好 我已将平贵 驯服红宗列马的事情 告诉了礼部 应该明天一早 就会上奏皇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是太好了 如果平贵能被封为身为将军 宝传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那是自然 只是 我担心岳父会阻拦 金帅 你现在应该 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我要怎么说呢 今天良辰吉时 本王就命戴战为主帅 凌霄为副帅 丽娜为随军军师 你们率领六万大军 前去攻打大唐 来 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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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此及时 本王在此宣布 戴战公主和凌霄将军 今日订婚 公主 这是我所穿的项链 我给你戴上 等一下 表哥 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 可是我们现在 是要出征打仗 我怎么舍得戴呢 这样吧 父王 你先帮儿城收着 好 本王先给你收着 等你们凯旋归来 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是 凌霄 你要好好保护 本王的女儿 不能有半点差错 否则 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是 大王 此次宫堂 林霄定当全力以赴 林霄再次以性命担保 绝不让戴战公主 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干吗说得那么严重啊 我的武功又不差 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莉娜 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 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随时听戴战的调解 是 好 即时已到 你们尽快出征 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攻破 御门关 是 杀令旗 是 大军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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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有此事 是 这苏龙做得也太过分了 居然阻拦你办事 岳父 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 这事还不能说 是啊 爹 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 请他不要把洪宗烈马 赐给那薛平贵 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 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 将前功尽弃啊 明天上早朝的时候 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 奏薛平贵一本 相爷 小婿参见岳母 大姐 大姐夫 爹 娘 大姐 大姐夫 相爷 这一大早的 你们几个就在这儿 爹爹咕咕什么呢 夫人 我跟卫虎谈公事 你出来干什么 既然谈的是公事 那荆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你 娘 你怎么说我碍事呢 卫虎有很多事情 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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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大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岳父大爷 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 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 小薛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苏龙啊 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 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 我能不管吗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 既然老夫已经不认的女儿 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是你不认女儿 又不是我不要宝川 那宝川既然是我的女儿 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俯人之见 不可理喻 爹 相爷 我听苏龙说 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宗列马 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 相爷何不趁此机会 得拉他一把 这样那个薛平贵 对您也会感激万分的 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地 把宝川给接回来 我不同意 薛平贵桀不训 目中无人 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 放在眼里 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 更何况 老夫只要薛平贵 起码跑十几里路 贵虎回来告诉老夫 说他抄十线才回来 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 拥有死同共品的企图 所以 所以你要治他的罪 夫人哪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 不行 只要是宝川的事 我一定要管 你 娘 不管怎么说 爹总是一国之相 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 都是爹的学生 爹看不上那薛平贵 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 娘 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你给我住嘴 你说薛平贵有缺点 那卫虎就没有缺点了 不是 岳母 您怎么说来说去 说到我头上来了 岳父 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 我哪儿还有缺点哪 你尚安勿躁 我不只说你有缺点 就是苏龙也有缺点 我的两个女儿 她们也有缺点 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一家人要相互包容 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吗 是啊 爹 娘他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岳父大人 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 如今他也降服了红宗猎马 而卫虎却让他骑十里路 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 真有此事 小薛在路上解到一枚飞镖 小薛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 虽然不如红宗猎马搅成快 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 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 所以小薛可以断定 他并没有落马 那好 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 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 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 红宗猎马也受了伤 因为红宗猎马贵为国宝 所以他不敢继承 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 既然是牵着马回来 总得给点时间吧 我还不敢继承 是你 看见的吗 都是小薛亲眼所见 不敢有半点欺瞒 是啊 爹 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 公正 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 再说了 宝川是你的三女儿 你一定要三思啊 这 岳父大人 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 到时候矛头对着您 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 就是啊 爹 你也知道 娘您想疼爱宝川 所以就爱无极无 疼那个乞丐 但是 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 那咱们相符 也会失去威名的 报 什么事啊 启禀相爷 何公公求见 何公公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快请 是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是 也是 咱家拜见相爷 公公快免礼 为何是而来啊 皇上有旨 命乡也速速进宫 有急事相声 急事 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 玉门关紧急回报 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准备放箭 准央放箭 立顿 成文 奉剑 救命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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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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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准备 放 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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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兵 边关传来急报 西凉 在不动声色之下 攻打御门关 御门关军情告急 这件事 该当如何处置 老臣启奏皇上 十八年前 西凉被刘毅将军打败之后 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 实则处心积虑 暗中招兵买马 为养我大唐升威 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平定叛乱 启奏皇上 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兆 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我臭人才济济 怎么会 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启禀皇上 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 如今西凉来犯 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 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启奏皇上 臣昨日听说 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 驯服了红宗列马 此红宗列马性子之列 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 我朝中数十名武将 和百姓中多名高手 均未能驯服 而这个薛平贵 居然能驯服此马 此人必属罕见人才 请皇上召见薛平贵 进殿面圣 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慢着 皇上 老臣曾见薛平贵戍面 此薛平贵乃一件马夫 即便是武功不错 降服了红宗列马 那也只是马术精湛 对于领兵之事 岂能违以重任 万一出错 岂不如我大唐的身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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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皇上 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启禀皇上 此人行与不行 不妨招他来一件便知 启禀皇上 老臣认为 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 如今朝中武将 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 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 可认命薛平贵为先锋 既然他武功不错 功成献阵 绝无问题 这样才能齐开得胜 还是丞相说得有理 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 神威将军一职 那就暂且搁置 苏龙卫虎上前授封 臣在 朕就封苏龙为平息大元帅 卫虎为傅元帅 公封练马就授封薛平贵 并封为开禄先锋 立即叫场点兵 出席西凉平乱 臣领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哇 平贵你多无事啊 这也太好了二哥 你果然平安无事 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 真是一夜没睡啊 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 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 真是谢天谢地啊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 平贵真的没事了 而且苏将军啊 约了我在这里等他 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没规矩没礼貌 苏将军哪 平贵 没事 平贵见过苏将军 免礼 参见苏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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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兄弟 既然是平贵的兄弟 咱们就是自家人 免礼了 平贵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姐夫 有话尽管说啊 平贵 你驯服了红宗猎马 皇上龙颜大悦 准备将红宗猎马赏赐给你 威神大将军哪 大哥 不是威神大将军 是神威大将军 对对对 真的谢主龙恩啊 这是 大姐夫 怎么了 皇上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那不行啊 我们这些百姓 会不服的 是啊 苏将军 这我二哥降服 红宗猎马 可是相当地不容易 这 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 谁降服了红宗猎马 谁就可以当 那个神威大将军 这皇帝老爷 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张伟 先别乐说话 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 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只是现在 西凉兵犯我御门关 皇上派我挂帅 卫护为副帅 由于你降服红宗猎马 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 所以命你为开陆先锋 来来来来 开陆先锋算是个官吗 这 这开陆先锋嘛 应该是一个大官 是吧 苏将军 是官 这就对了 二哥 恭喜你当了开陆官 姐夫 我想知道 是不是王丞相 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 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 反而改为开陆先锋 是这样 为什么不这样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 不过你不要担心 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 等咱们班师回朝 凯旋归来 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没关系的 我都明白的 国家姓王匹夫有责 西凉敢胆放我大唐 只要朝廷有地方 用得上我薛平贵 平贵定当效命 好 什么 降服了红宗列马 就得带兵打仗 苏将军 这不行啊 平贵才刚跟宝川成亲 这么快就分开啊 是啊 苏将军 我求求你帮帮忙吗 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 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去这样分开吧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 只是现在皇上圣旨以下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姐夫 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呢 明日就启程 这么快 明天 那 苏将军 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十八年前 西凉败与我大唐 如今又赶新兵来犯 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 预谋已久 所以此仗少则一年半载 那多呢 三年五载也说不定 平贵 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 把军府领一下 我有话跟你相谈 有劳了 苏将军 平贵这一去 我们搞不好一年都见不到的 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大哥 何止是一年 说不定三年五载 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 苏将军 就拜托你了 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 好啊 请吧 大哥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 要不然搞不好皇上 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啊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那是 魏虎啊 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 你要尽快地招兵 我奉皇上之命 明天送你们启程 多谢岳父栽培 这次小须能当上傅元帅 全是岳父您的功劳 小须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 平定西凉 岳父 小须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说吧 涉地魏豹一直没有功名 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 随军出征 到时候打了胜仗 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老夫知道魏豹文武双全 既然是这样呢 你就安排吧 多谢岳父 不过姐夫那边 还希望您多美颜己绝啊 放心吧 老夫会跟苏龙说 这是我指派的人 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多谢岳父 为何 此去西凉 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 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 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 拼命于老夫 那么凯旋归来之后 老夫我会重新考虑 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 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逊 那就就替老夫杀了他 不不不不 好好地整整他 做做他的傲气 知道吗 岳父放心 小须一定会妥善处理 什么 魏狐也要出征西凉 是啊 娘 是爹爹推荐苏龙卫虎挂帅出征的 苏龙已经去兵部报道了 是啊 娘 卫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 都没有实际的战绩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近传隐传 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 这次务兵要克尽职守 凯旋而归 是 娘 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娘 你放心吧 这魏虎啊 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 却无处可以施展 这次挂帅出征 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什么威风凛凛啊 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 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娘 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什么事啊 是平贵他 平贵他怎么了 平贵他 平贵他 他能杀不易 就算他 没关系 不是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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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跟你探听一下 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你呀 我叫大姐夫 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 当然已经成亲了 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 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大事情大事情啊 大事情大事情大事情啊 大哥 到底什么事 你出来看就知道了 出来出来出来 走走走 平贵 等你等到春红腿 等你等到夏绿醉 等你等到山白头 等你等过几个秋 等你等到新山哦 等你等到月儿破 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月儿破 等你等到月儿破 明天下线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痛苦伤心为你流失 无奈寂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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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寞 何人无患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泪 满腹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回味 失去的难再追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泪 痛苦伤心未留谁 孤单寂寞声憔悴 没该何人无患 从此不再为你留下泪 甘长存断牵挂水 我拯救谁心已碎 等我从此不再 怕你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